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怎樣推動和使用全球法律司機法案機制來打击人權施暴動 昨天我們聽的羅斯宏老師跟我們講 聯合國的機制怎麼樣利用聯合國的機制來推動人權 大家聽了之後就覺得好像比較沮喪 因為這個聯合國的機制它的確有很多的秘密 首先最主要就是它反映到國際法的一個主要的秘密 因為國際法是靠國家來執行的 沒有一個真正的執法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現在還沒有完全的形成 用英文講的它沒有牙齒 沒有執行力 沒有執行力的話就是這個效果就會大大的解鬥 那麼馬克林斯基法呢 它就是讓國際法 讓在人權法方面的執法 有了一定的強制的作用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好的新的工具 今天我想講這樣的一個第一部分 我想講一下馬克林斯基法的它的背景 它的出台的過程 然後它的主要內容 以及它這個機制的它的戰略底 另外我想講一下馬法的它的實施的過程 第三部分呢想講一下 目前在執行的馬克林斯基法制裁方面的一些存在的問題 和進來的一些新的立法 那麼通過這個部分呢 我想希望大家能夠學習到馬克林斯基法案的制定的過程 它為什麼能夠很快的通過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從中間學到一些好的經驗 然後再回到自己的各國去呢 來推動馬克林斯基法案的通過和執行 再下一個 那明天的這個課程呢 我想就是做一些具體的馬克林斯基法案的提交 證據的收集 那麼提交的格式 以及呢 這個 怎麼樣去 確定 你要做的那個案例 怎麼樣的立案 怎麼樣的提交 然後呢 我們可能就一些具體的案例進行一些分析 最後呢 還談一下 就是 除了這個馬克林斯基法案之外的一些個 美國國內法的執法 一些一個機制來幫助我們 來推動人權的這個事業 好 下一個 這個馬克林斯基法呢 是 叫它的全程式 全球馬克林斯基人權奮責法 那麼 那麼 它就是讓美國呢 這個法案呢 對世界各地任何國家發生的這個人權的 這個人權的 形態人權的這個行為 進行追責 這個追責呢 這個追責呢 就是涉到 一個是 不安門軍機 另外一個呢 就是讓他們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和美國進行的商業活動 全部進行 來進行 那麼 這個法案呢 事實上在2015年就在美國的眾院通過了 到2016年的時候 在最後奧巴馬離開百宮之前 那參院通過 奧巴馬把他簽署成了一個法律 這個主要的推手是 馬里南的一個參員 叫做Ben Carden 他都是我們的非常好的朋友 建立和我正常跟他的辦公室有很多的互動 那麼 我們在這個公立要在這個 推動這個法案今天呢 也起了一些一個協助的這個作用 再下一個 那 要講這個馬龜斯基法呢 我首先對詢說 這個一眾這個人匿名的這個法 到底是一個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這個希爾蓋馬龜斯基呢 他實際上就是一個俄國的一個稅馬公司 而且又是一個審計師 那麼 他呢 在2018年 2017年的時候 被一個我們這個英國的公司 資本公司 佈用他 這個Hardwich這個公司呢 佈用他來調查 他們公司出現的一些問題 他呢 在調查中間發現 這個俄國的內部部 和一些個稅務部門 跟一些罪犯勾結起來 勾結起來呢 把俄國的 國家的這個財務上的這個稅啊 通過退稅的方式 這些個犯罪團夥啊 和貪腐團夥呢 從財政部 把2.3億美金的這個稅款 貪污 貪污 貪污了 他發現這個稅罪以後 他馬上進行舉報 舉報了以後呢 他被他舉報的官員給抓起來 抓起來 抓到差不多一連 最後呢 再接一個時候 死在那個電影中 再換一個 下一條 下一條 兩連結 在十屆 這個獨具圈 李宗爺基雲的這個時候呢 他來專門講了這個他的故事 啊 他實際上是一個六四後出生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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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美國人 在加州出生的 他有意思的就是 他的爺爺是美國共產黨的總書記 做了十多年代 三十年代做十多年的總書記 而且呢 他對斯大林非常崇拜 就取了一個蘇聯姑娘 蘇聯姑娘就是她的奶奶 蘇聯姑娘就是她的媽的兒 她 由於跟俄國這個特殊關係呢 他在俄国解体之后,在1996年到俄国投资 俄国投资这个人他是非常精明的一个人 在投资第一年回报非常高 而且被评为全球最优秀的一个基金 后来他一直在俄国进行大量投资 他是俄国最早进入外国投资的一个人 同时他也是俄国外资公司最大的一个公司 后来在2005年他就开始对俄国出现的一些腐败问题进行揭露 公开的批评普京 对用所谓的黑抵黑打黑的办法来治国 所以他就被评金 在2005年的时候认定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然后把他的签证调销 调销了以后他就把资金全部转移回到伦敦下游 转移转以后呢 这个俄国的贪负团伙 马上就开始这个机器就运转起来了 运转起来了 第一个最上面的人实际上是一个银行家 他实际上是一个罪犯 他是一个罪犯的头子 他常常就是利用这个税法 利用这些东西来坑蒙管钱 他利用这个卫物部的这些人 这边就是卫物部的那边的税务部门的 然后他通过他这些雇佣的律师 和下面的犯罪盘伙 他把他结合起来以后 进行大规模的诈骗 他这个诈骗是怎么找的 他就是先通过卫物部一个中校一个少校 把Bell Browder的Hepitage 把他们公司的文件全部抄走 抄走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文件给了这个犯罪团伙 让他们重新找一些过去的犯罪分子 设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这个公司的以后 他们就想通过新的公司的资料 他们起诉Bell Browder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以后呢 他们也是通过作假跟法庭勾结起来 做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就是说 Bell Browder这个公司 欠了他们13亿美元的这个债务 那么开始正在执行这个债务的时候呢 发现Bell Browder他比他们聪明 他提前把这个资金都转移到 能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拿 说他没办法执行 然后呢 他马上想到第二套方案 第二套方案就是通过税收 是退税的办法 他们就是这个把2001年 Bell Browder公司 向俄国政府交了2.3亿美元的这个税 全部送到个人的家户上面 再换一把 这个就是他们雇用的罪犯来注册这个Bell Browder的这个公司 再换一把 当他们开始做这方面的诈骗的时候 Bellbrother他已经察觉到了笔边的问题 他就雇用了笔上笔 这个就是杀人败的被判击的罪犯 刚刚被释放出来 Bellbrother就雇用了一个马克兰斯基来调查案件 马克兰斯基在调查关中间就发现 这些人做了很多的诈骗活动 贪忽和败 涉及到罪犯 涉及到政府官员 内部部官员 还有很多的罪犯 在下一个 那么他就决定了自己举报 举报这些贪腐的机会 后来呢 他在举报的中间 就是发现这些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 Bellbrother是配合他一起来进行这个调查 Bellbrother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跟踪这个钱的走向 他们贪忽了2.3亿美金 然后呢 这些人马上就分张 分张里面 你看 第一个是那个超 他公司的那个少项 第二个是这个中项 他们马上就开始在国外买资产 很多的资产 那个上面那个数额呢 是他们购买海外购买资产的这个钱 最多的是这个税务官员 这个税务官员是 莫斯科第28税务所的主管所长 但是他购买的这个资产就是3800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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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八十 三千 八百 再换一个 所以呢 这个 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定以后 一举报 俄国政府不仅没有去追查 那些贪负罪犯 反而把马维茨基抓起来了 就是对他进行故习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你必须收回你的那个举报 你要不收回的话 他继续关 然后呢 这个 马维茨基里看他在监狱里面 写了480份的申诉 包括他的被打 被毒打 伤痕 这些证据 他都提交了 最后呢 在2011月份的时候 他被扒命 所谓的这个监狱里面 抗爆的那个牛竹 把他靠在那个床上 就这样活活地打死 基本上是活活打死 下一个 这个就是他死的那个惨状 另一个就是他在所谓的那个监狱 这个他死了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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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觉得这个 就是下决心 一定要为他寻求这个伸张正义 那么他首先呢 就到像在英国 在联合国 在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 在很多地方 就说我怎么样来伸张 为他伸张正义 后来他发现这个联合国的机制 这个没有作用 找不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马上就来 来启动 来制裁 来进行这个 执法呀 追究这些罪犯 而且 俄国的经常就说 不采取任何行 过了好 过了半年 甚至一年 他就非常非常的去上 然后呢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发现美国有个法令 有个行政命令 叫做 七七五零行政命令 这个行政命令就是 政府可以拒绝 让一些政府官员 签发签证 让他们进入美国 是做一个制裁的方式 所以呢 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利用 所以他首先就去国务院 找到那个国务院 和俄国的官员 说 你能不能把这些的 德国的这些官员 贪徒官员 自这个 马格林斯基督 的这些人呢 对他们进行制裁 不让他们进行 到美国来 那这些 国务院官员都拒绝了 说这个东西 我们没办法做 跟这个行政命令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他就是 他就是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没有办法往前推动 然后呢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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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这个 卡芬 卡芬当年是 当时是 马格卡 就是赫尔森基委员会的负责人 他的手下呢 一个叫做 凯尔帕克尔 这个人呢 正好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就跟他见面以后呢 诶 他说这个 你就讲呢 就汇报了一下 这个国务院的 这个反应 他说 卡芬和他的助手就讲 那我们可以写一封信 就是 推动 国务院 那个时候好像是 相遇的事情 在做这个公务心的时候 他说 我们来 推动一下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 这个公务心 说 你必须要 制裁 制马克思、明治基 与史丽的这些个 这些个 迫害他的 这些官员 那么他有一个 又识人的名单 威尔格尔做了 威尔格尔做了 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把 这个 这些人啊 一个一个的 这个 他的证据 他的这个 犯罪记录 他的这个 贪污的钱的走向 他把他调查得 非常的清楚 所以下一个 这个 所以他把这个 这是所谓的 Carve list 就是60个人的名单的 一部分 前面两个人 他把他呢 这些 基本的信息 搞得很清楚 把他的这个 证据都 收集得很全面 然后呢 就通过这个 东西提交 通过这个 信函呢 迫使美国 国务院呢 进行制裁 这些 通过这个 行政兵们 对他进行 所谓的签证制裁 这个签证制裁的时候呢 突然一下 一公布那个 六岁人 迎单以后 马上就引起 特别大的反响 大家就开始知道 这个案子 知道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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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很多 国务院就讲 其实我们是 决定法律的 行政部门 他不愿意 推动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立法 迫使他 来执行这个法律 他们就搞了一个 针对俄国的 马可林斯基法案 这个全称呢 是非常 就是 比较长 就是 这样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就是把过去的 Jackson Bandit Amendment 就是 废除 同时呢 要求 问责对马可林斯基的死亡 进行问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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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 很快就得了 洋党的支持 那么 到 2016年年底 奥巴马 离开白宫的时候呢 把他 签署成立法 这个 这些 签署的情况 最代表 这几个都是 重要的 推手 但是 我想 他这个 前后啊 你再回去一下 这个 我可以把 这个 我可以把 这个 slides 给你 发过来 这样 这样 他 这个 Bill Browder 之所以 那么成功啊 他在 油算的过程中间 他采取了很多 比较有效的 这个人是一个深野人 但是他呢 政治运作上 他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就是说 他很快找到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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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找到一个机制 而且呢 把他很快的通过 就是 博会必法啊 通过是很难的 他就是像很多 像做那个 sousage 做那个 香肠一样的 搅啊搅啊搅啊搅 搅了半天 最后出来都变了 变了量 变了味道 但是呢 Bill Browder 他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基本上 就是说 原汁原味的 把他原来想做的东西 就是很快地在博会通过 但是他做的 这个做的好的 几个方面呢 我跟他 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 其实就是天气地地人和 第一个呢 他就是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他就是一个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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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全面的铺开 铺天盖地的 用信息 把这个信息站 就说 他在 他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他把 他制作了很多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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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 把很多的 这些官员啊 他们的 这个 什么样犯罪的 过程 他们的 这个 财产 在 都拜 在很多 欧洲的 这些 豪华的 这些 地方 买的这样的 房产啊 他全部把它记录下来 用这些 的 记录片 用这些 一个 盆见的 证据 把它都公布在网络上 这个网络就是 全世界都有 这个 都可以 看得见 都可以 但是制作了非常好的 一个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想 从这个方面来做些工作的时候 看一下 他那个 我跟这个 郭文贵 讲 我说你要是 你要真正想爆料 你要看一下 马多因斯基 彭尔 他们是怎么样爆料 他的这个证据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一步一步的 钱 去买了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买的 谁买的 带领人是谁 地点在哪里 清清楚楚 所以呢 由于他的证据扎实 他的这个 收集的资料全面 人家 美国官员 美国立法议会的这些议员 不得不相信 很清楚 很明显的这样的 贪腐行为 很明显的 迫害 那么 美国呢 就觉得我们当然应该要支持 为他身上正义 另外呢 他还做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 我说他全面的这个清晰战 包括网络 包括这个 名人效应 他把很多像 俄国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 叫做 Hussie Pride 这个 一个 乐队 女孩子搞的乐队 这些都是非常的有名 在这种颠覆性的这个 一些活动 一些演出 让我们普京啊 让这个俄国来 来维权 来反抗 所以他把他们呢 也叫在一起 来推动他 所谓的这个 马克力斯基的这个 法案 这个建立和我们都见过他 然后呢 他介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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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这是中国的公民力量的创始人 然后他们说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 这就是中国的 俄巴马政府在考虑给俄国一个正常的贸易地位 那么这个贸易地位呢 就是面临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Jackson Danik 这个新专业的一个挑战 Jackson Danik 现在呢 就是说 他是跟集权国家 共产典国家 能拥有移民自由 是连在一起的 他先把这个东西废除了以后 再加上一个人权的制裁 他这样可以平衡一下利益关系 然后呢 就是能够让这个法案的 一个数据通过 他呢 我觉得 Phil Broder做的最好的一点 他没有像传统的这个 这个 华盛顿逆法 游说的那么一个做法 他就是基本上 一个人 一个人挑战国家机器 这个 我发现 越来越多的 一个人挑战 一个国家机器 这个情况出现 那么 由于我们的 网络 由于我们的这个知识 由于我们的跟踪的这个能力 调查的能力 大大的加强以后 个人挑战一个强权的机器 可能性 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 个人的这个作用 个人的力量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我们说协作实际上在某种成章 就是帮帮他而已 推动一下 但是主要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所以他就是不信心 这个跟很多 包括郭文贵的爆料 我觉得也有很多相向之处 那么 他主要的这个 就是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证据特别的特别的造势 同时他知道怎么样 利用网络去造势 去把那个最重要的议员 首先搞定 你只要说我们一个有能力的 活跃的 这个同情人权的这个议员 或者参议员 他就会尽力的推动一个 一个法案 帮助你来推动人权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要从这个立法过程中间 学到的一个主要的东西 再下一个 那么 全球马克力斯基法案呢 就是基于俄国的马克力斯基法案 所有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 只是说 以前是针对俄国 专门针对俄国的 现在呢 就把他扩大到全球 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人权施暴的行为的时候呢 都可以向美国提交 去裁 那么中国和俄国都说 你凭什么 我认他是这个犯罪 所谓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情害行为 在我国家发生的 我有主权 你凭什么来管一下 美国的道理很清楚 因为你要进入我的国家 我有这个决定权 你进入我的领土 我决定你谁 是我的朋友 谁我不喜欢 你不可能进入我的国家 我不让你进入我的国家 而且你在我的国家做生意 我可以不给你来往 不让你在我的国家做生意 这也是我的主权的这个 这个一部分 对不对 你说我更不存在于干涉 我只是选择我的朋友 所以呢 从法理上来 美国这个 马克力斯基制裁的这个 是合理合法 那么这个 马克力斯基 全程马克力斯基的法案 它实际上是针对两种 一种是人权失败者 一种是重大的 腐败官员 那么 最有意思的 我觉得在人权的这个 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人权呢 它把这个人权的 严重侵害人权的这个行为 把它扩大 就是你要看这个 立法的这个 定义上面呢 它把这个 争取 行使 害位 促进国际社会 公认的人权和自由 权利的这些个人 对他们进行迫害 有这个侵害的行为 这些人都在他制裁的办理里头 那么以前的话 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不太可能 能够来进行制裁的 再给我欢迎 尤其说 他以前不能制裁这个东西 以前 美国的这个法案 美国在人权制裁的方面 法律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最早是 1974年 Jensen Vanek的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 就是在初期 74年开始 就是美国一直利用这个东西 来对人权 跟人权挂钩 来制裁 其他国家 尤其是 共产党国家的这些个 通过制裁贸易 来制裁人权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屠杀之后 我们就利用这个Jensen Vanek的修正案 要求美国国会审议 给中国最佛待遇 每年都审议 每年都审议 那么他就是 虽然每次呢 都会被 这个 获贬 取消 weaver 但是呢 每年都要审议一次呢 让中共也非常不好过 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啊 一直使用的一个机制 但是这个机制呢 到后来慢慢的 越来越没有效 没有效 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呢 它是针对一个整个国家的 不是针对个人的 这个整个国家呢 就是说是 一制裁是全面制裁 所以呢 很多 做这个在贸易界 在商业界 在金融界的人呢 还是不喜欢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他们用伤害了 营生 为理由 来拒绝 就是来批评 Jackson Vanek的修正案的这个机制 另外呢 在国际刑法这个角度来讲 在国际刑法里头呢 没有把人权 请害的 即使包括严重 请害人权的这个行为 作为一个刑事法律来追究 那么 目前的国际刑法管辖呢 就是陷入战争罪 种族灭血罪 灭血罪 反人类罪 和侵略罪 侵略罪 侵略罪 过去是在这个 国际刑法法院 用的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 这个刑事法案 法院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机制 它呢 其实是个人可以立案的 但是它立案的这个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管辖呢 反人类罪 种族灭血罪 反人类罪 对言论打压 言论自由啊 什么这个 民主选举啊 还有这样的这个 严重的 违反人权的这个 活动 它是没有管辖权的 而且它 它不会去管辖的东西 另外呢 其实种族灭绝啊 但是这个 你像 你像 藏人也好 维族人也好 都会设它 你可以起诉 但是呢 它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不是 这个 罗马 条约的签署 所以它不受这个管辖 又失去了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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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全球马克力斯基法呢 就弥补了 国际刑法 管辖的 这个部罪 再下一个 它主要是 利用这个准住 和这个 这个经济 这个状态 改变 其他国家 这个 在职法 在人权 在人权方面的一些 这个 行为规范 规范 然后呢 把国内的 这些 贪腐的 这个现象 和 起犯人权的 现象 进行 把它做一个 国际的 追行 来进行追求 通过这个东西 来震慑 互利 和盗国贼 通过这种 把它放在 这个 制裁名单上面 就它也是一种 羞辱 就像在一个历史的 耻辱 柱上面一样的 这个 道理 同时呢 它有很多的 灵活性 有很大的灵活性 它不是制裁整个国家 它只是针对 某些个人 某些 罪行 要 最大恶极 就是说 民生非常臭兵 招作的这些人 起到一个 杀戒给活的 那种作用 它 这个工具的刚刚开始 我自己认为 它是我们人权活动人士 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以后我们要善用这个工具 希望能把这个工具 变得更有效 然后呢 真正起到 震慑 这些人权失望者 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它这个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 它不管你观大观想 我可以全面地进行制裁 就我说的就是 你只要在美国来 你在美国有活动 有进和经济活动 我都可以对你进行制裁 另外它从这个 你即使不是政府官员 但是你协助过政府官员 做恶 我对你也可以制裁 第三个就是说 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协助的话 比如说 我贪腐 我要子女来帮助我 我在买房子 用他们的名义来买房子 那你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协助人员 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吊销 这些贪官们 人权失望者们等 他的子女的 这个故障 同时呢 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 从这一点来讲 他有一种很大的政策的作用 让他们在做恶之前 他必须要考虑他的后果 他这个实施呢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总统呢 他这个是总统来实施的一个法令的机制 总统一般会把这个钱的下放给国务区和财政部的部长 国务院呢 是由民主人权劳工局来负责 那么他会协调和这个领事局啊 领事局啊 和地方的这些局呢 协调来决定 把那些人放在名单里头 财政部是由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来负责这个实施制裁 这个总统呢 可以选择 不进行制裁 但是他必须向国会检视 但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下面呢 那么谁可以向国务院和财政部提交这个制裁名单呢 一个是国会的这些委员会 国会议员 一般来讲 大的委员会 比如说外交委员会 还有这个金融委员会 银行委员会 都可以像 国务院和财政部提交 分裁名单 另外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院里头负责 民主人权 还有劳工局的那个局长 就是助理国群 他有权 提交这样的一些名单 第三呢 就是非政府组织 有可信度的 非政府组织 一直在跟踪人权 这个犯罪啊 刑犯人权行为的这些一个组织 都可以细架 这个审查 审查过的事审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般 他在六月底之前 把所有的名单都收集过来 从国会的过来的,从国会院自己启动的 然后从明天处置提交的,他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进行研究 一般来讲,他希望的,这个侵犯,侵害人权的行为要在比较近期一点,不要太求远 所以一定在五年之内的这样的行为比较合适 太求远了以后,比较难,像天王朝古的那个事件 他已经过了将近30年,很多东西的证据都有些问题 他希望就是越近越好 另外,他主要这样的考虑,这是一个激励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惩罚性的一个机制 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机制的改变,进行施暴者的行为规则 他就是改变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直接对他们进行惩罚 另外他就是要蠢聚的是那些有重大侵害人权行为的,重大贪固行为的 而不是一般的那种情况 因为你要选择这个典型的事件案例才能有震撼的作用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把所有的情感人权的案子都逼要过来证查 他还有一个要求的就是说,这些证据必须是直接的或间接的 就是说,证据要跟他关联的一样密切 跟受害者关联的一样密切 而且这些证据通过一般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审查 是近期发生的,有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梅阳,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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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是Toucher 对,固形,高之圣 而且另外他需要一个什么呢? 这个案子的希望 比如说像那个伊利哈布 这个案子 这也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案子 而且又是近期 他设计的这个层面 又是非常的,从上到下,到上中下 各级官员都可以设计 就是说,不是一个人 他是设计到相当一个群体的这样子 他在时间中间,比较喜欢这样的案子 有点心性 这个打击之下呢,他会起了一个警示的这样的作用 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作用 这是他们喜欢的选择这个案子 所以我们在提将的时候呢 要选择,像他们所在时间中希望接受 容易接受的,觉得有意义的这样的案子 来进行立案,来进行制裁 那这个作用和意义就比较大 再下一个 那么在这个 你告诉我一下时间啊 如果超过可以讲会 定义 行使捍华 促进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和自由的时候 这个权力的时候呢 你被打压 你被请害 但是 这些施暴者 个人 对他们进行追究 那么团体也可以 它是一个团体的话也可以进行追究 主要还是针对个人 个人为主 这个它的定义呢 是年齐美国过去的一个叫做外国原重法 形成的一些定义 包括了很多更宽泛的一些解释 但在实践里头呢 他们把这个严重侵犯人权啊 就是美国国院美国政府 做到一个比较相对狭隘的一个解释 一个做法上的解释 要严重的侵害人权的这些行为 包括在这里 酷刑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酷刑是非常非常空间的 这种定义呢 我们都必须要很详细的过谈 也知道这个 现在呢 对酷刑的这个解释啊 比我们过去以往想象的 要宽泛得多了 包括精神上的折磨 精神上的痛苦 都算一种酷刑 甚至包括让你睡觉 这个或者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有灯光的照射 这些都是这个酷刑 酷刑的解释越来越快换 很多的 但是这个里头呢 有一个很要面的东西 就是说 他说如果是这个 你在真正的执法过程中间 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效果 就是酷刑的结果痛苦 正常的执法过程中间 制造的这个痛苦 这个是可以记住的 这个我算不许 这个里头就是 有一个美国人的西方人 对这个法律的理解 我们在集权这个提示下出来 对法律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 中国这个法律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唯的法律 是一个假的 一个虚伪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真正法律的 一个意义上的这个法制 所以中共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 利用它这个假的法律机制 这个违法律机制 来进行人权的迫害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 以后要长期的向西方来解释 但是中共的法律啊 不是真正义上的法律 不是真正义上的法律 是个假法律 所以呢 我等一下还会去谈这个问题 再往下谈一下 这个下面一个 再换一个 这个精神章的痛苦 这个也算是酷刑 这个包括很多内容 我们就不一一夕讲 另外法外处决 这个法外处决 你要像中国这个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法律 绝大部分都是法律 因为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平的审判的机制 法律本身的制定没有人民参与 也没有人民支持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也没有一个真正的 所谓Due Process 那么中国的这些触觉 我认为 基本上都是法外的触觉 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继续的 要被这些被触觉的人士来呼吁的 对不对 这个法外处决 从他们立法者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把 比如说 在菲律宾最近发生的 因为 犯独那种 出决 他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法庭来看 中国的法庭 虽然是正式的 但是都是虚伪的 虚假的 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操纵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很清楚 下一个 强迫失踪 这一点 我们这个 这个罪行的话 我们也非常熟悉 在大陆的话 多少的人 被强迫失踪 那他这个强迫失踪呢 他还有一个 更加 就是说 这些人可能就被秘密触绝了 或者永远就消失了 那 凡是这个 不知道他下落的 都会作为马克兰斯基法 还制裁的一个基础 那 我知道 就是像 威尔 在新疆 那个 事件之后 很多人 数百人 就是 被抢不失踪 现在很多人 还不知道 这个下落 在西藏也是同样的情况 中国大陆的也是 这个骇人区里头 也是很多很多人 被强迫失踪 那 这些都是 都是他这个 执法的一个基础 他这些行为 我觉得 我们也应当利用这个贪 这个贪官啊 因为中国的 我主要讲的都跟中国有关系的 中国的这个贪腐啊 这个就是郭文会讲的 盗国贼集团 这个贪腐是一个制度性贪腐 我们要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最想搞的一个杠杆 他们这样的制度性贪腐 让他们完全失去了 这个合法的基础 如果是说他们 真正有什么合法的基础 是真正合法的基础 早就已经失去了 这些人把人民的财产 国家的财产 弄自己的私人要报 引回使征造 这个 就是完全失去了合法基础 我们要是利用这个东西 去揭露这些盗国贼 打着人民的旗号 打着国家的这个 意义的旗号 实际上要中保司马 再为自己这个 谋私利 这就是能够极大的 这个打击 从制度上 打击这些政权 然后呢 推动我们的这个 和平民主转型 这个事业 这个 这个 他呢 在马格林政策法案里头呢 讲在这个 重大态度行为 是包括 前面的基本上就是 为了个人意义 请占私人和公共资产 包括私人 就是民企 我们知道很多民企 企业家 现在都面临到 这个习近平的危险 要把他们的资产没收回来 来重新进行占分配 不是占分配 不是他们自己官员的 要往里头去 还不是地方的 这个利益集团的 要往里头去 那涉及到政府的合同 和开采自然资源 这些负败 所以说 是比较大的一种负败 包括把他们的资产 转移到海外 这个也是算是 更大的负败行为 证据审核 证据审核 我下面想排一下 这个东西 什么证据 能够让美国国务院 美国财政部接受呢 它跟法庭的 在美国法庭展示的证据 有所不一样 它没有举证的责任 比如说 我们提交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举证的责任 那么 我们只要是 它也不需要 像美国法庭所要求的证据 那些要求 和那些程序 非常非常地具体 非常非常地judicious 就是好像 这个词儿是这么讲的 要对峙 相互的对峙 遍及 这样的过程 没有那个过程 因此呢 所有的 比较有可信度的 报刊杂志的文章 都可以成为 举证的证据 都可以提出来 作为一个证据 来进去 所以 它在实践上面来讲 它相对 举证的门槛 是比较低的 这样就是 比较有助于 我们这些 尤其是在 集权国家的 NGO 非政府组织 和人权活动人士 收集这样的证据 你知道哪怕提交一些 基本的数据 就可以了 当然 从举证的角度来讲 越详细 越有这个门间的证明 那么它能够被接受的可能性 就越大 那个震慑的力量 就越强了 所以 我们不管它的矩阵门槛低还是高 我们都要扎扎实实的 把那个证据 收集齐全了 这样的话 被接受的可能性 就大大增加了 这个马克雷斯基的证据 它涉了好几个有数 首先来说 你是不是 我们这个法案 规定的这些 严重 侵害人权的行为 你是不是有重大的 这个贪腐行为 然后呢 如果是有 那么受害者 是不是受到了伤害 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的话呢 那跟这个受到 受到伤害者 是否有直接的 因果关系 还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指非指挥者的责任 叫做comm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command responsibility 过去 就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那么 就是说 我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 我发出这个命令 我发出命令 说 你把这个人 抓起来 毒打 摘 搞定他 那 即使我 没有下这个命令 但是呢 我知道 我的手下 要去做这个非法的行为 我让他 纵容他去做 或者我没有制止他 来做这个非法行为 作为这个 上级的 这个 手掌 他也有责任 这样的责任 马格林斯蒂巴 也会自在 其他的情况也不是一样 比如说 是你 像摊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 王岐山和海航的 这个 摊腐之间的这个 关系 你能不能证明 有这样一个link 有这样的一个 连接点 那么 那么 如果是你一旦建议这个 连接点 比如说 海航 在 纽约 在八十几层的 这个大楼里头 给王岐山买了 一层的这样的公寓 也有这个文件的证明 那么 他就可以对王岐山进行制裁 另外 第七点 就是第七个要求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制裁 他必须要 他必须要 在美国 在这个法治社会的时候 他特别要求 准确的辨认 施暴走 他的身份 所以 你一定要有 他的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 他叫什么 他的姓名 他的出生 连约士 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哪个国籍 然后呢 他的这个 照片 他的身份证 另外呢 他在海外的资产 这些资产 如果是能够把这些都搞齐了 提交以后 在审核过程中 就比较容易能够被通过 如果上面那些条件都能满足的话呢 那么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律师 他们坐下来反复的开会 当这个开会 首先也是调查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他们在一起开一个联席会议后呢 决定一个制裁的这个名单 把这个名单呢 提交给 由这个 提交给他们的Principles 就是给了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然后 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呢 就由国务卿向总统建议 其实国务卿的一般 总统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他 他就直接代表总统 来提出来 今年 我制裁谁谁谁 为了这个名单里 那么 如果是总统 也就是说 如果是国务卿代理总统行使这个 权力的时候 没有 他决定不制裁 不制裁他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必须向国会 提出一个报告 我为什么没有制裁 我不制裁 原因是什么 这个里头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取得于国家的利益 这个 战略合作 另外的这个 外交事件 有的时候呢 很多人讲 马格雷斯基法案 也没有什么用 你虽然是 很多 我们提交很多 证据都很扎实 那么多的侵害人权的这个案子 但是 你为什么不执行 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到制裁方案 我们制裁这个名单里头 那么 这就是一个 美国面临的一个 短暗 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 他必须在很多情况下 因为国家利益关系 他要做一些交换 做一些妥协 但是 但是 国际关系 会发生变化 国家利益 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 那我们提交很多 关于中国人权失败的这个案子 但是呢 美国国务院 决定 不进制裁 今天不进制裁 明年 那中国在南海 制造事端 美国马上觉得 我需要报复 我需要给中国一个警示 然后他就会马上把这个名单里头的这种提出来 提几个出来 进行制裁 这个或许在马格尼斯基法 实施的问题中间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知道 俄国和美国 都有很多外交上的争斗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是奸离案的固定事情 像不搞情报的东西 在北海岸的事情等等 他会激发激活 这样的一个制裁机制 马上他就临时宣布 我制裁几个俄国人的官员 所以呢 我们随时都要准备好 把这些名单提交给他们 你也知道哪一天 美国政府和中国之间 发生一些外交的纠纷 他需要把这件事提出来 进行一个制裁 来表明一个政策态度立场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件 把这些工作做扎实 在实际的时候 成熟的时候 他都可以用 都不会浪费 这个制裁呢 主要是签的制裁 签的制裁是美国工院来执行的 财产制裁 财产制裁是由美国的财务 有一个很大的名单 叫SCN 制裁名单 这个名单 目前大概有7000多个人和公司 在这个制裁名单里面 中国呢 因为跟北韩 过去啊 从来没有一家被制裁的 公开制裁的公司 那么因为北韩的关系 不断地向北韩做生意啊 输送这些武器啊 那么有几家公司呢 被放在这个名单里头了 那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 把中共这个人权制裁场 放几个放的人去 先把这个口打开 然后逐渐地呢 增加这些制裁名单的这个数量 然后真正形成对他们的一个威胁 它里头还有两种 一种公开制裁 一种秘密制裁 公开制裁的话 就是说 它所有的 它的名字需要公布的 这个资产需要公布的 另外还有秘密制裁 另外还有秘密制裁 秘密制裁只是限于签证制裁 它不公布 这个名单就不知道 可能美国国务院已经有的秘密制裁名单 只是没有宣布而已 这个一般来讲 以后 他们决定的时候 马上就会提交 提交的 这个总统 就算通过国务卿 会把这个名单公布出来 才能够的也会公布 这个董事长会集体的 做一个price release 把这个名单进入出来 通过是说 他不进行制裁 制裁他都会向国会提一个报道 他今天做了什么东西 打算做什么东西 为什么没有做什么东西 所以他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 今年 马克林斯基法案制定之后 那么在一本时间呢 他应该向国会提交一个报告 总统在4月份的时候 提交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他是打算真正的 抢力地执行马克林斯基法 那就是说 美国把人权 还是当作一个核心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 一个核心 这一点 就是川普总统在他报告里面讲的 必要性 那目前呢 就是全球马克林斯基法 还没有一个制裁的人在上面 因为刚刚开始 国务院都在境内 积极地调查 把这个准备一个制裁名单 今年呢 是没有制裁 这个 俄国的这个制裁 针对俄国的马克林斯基法 已经有44个官员被制裁了 我们记得前面的 Bell Browder的那个 名单里都是60个 他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个 60个人都放在里面 他有选择的 但是呢 国务院的解释 现在已经把它扩大了 不仅仅限制在马克林斯基 但是针对所有的这个 人权时报的这个角度把它扩大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 那么像这两个人 就是在2006年 用那个放射性的毒药 把俄国的这个一个监理 以后呢 变成批评普京的一个主要的这个 意见人士呢 给他毒害 毒死了 毒死了以后呢 现在这两个人呢 就是去年 被美国放入了这个制裁名单里头 所以他就把它扩大了 不是仅仅是陷入这个马克林斯基了 再下一个 但是呢 他说 他说 他的意义呢 就是说很多人原来 很多人就是觉得 这个东西 是不是 作用不是特别大 因为很多下级的官员 在美国并没有资产 可能一辈子 一个一般的警官 一般的警察 他也可能 不可能到美国来一次 他说 这个有什么用呢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 你只要有任何的 经济关系 哪怕这个经济关系 只要他在美国转一下仗 甚至他用美元来进行结算 都可能 受这个马克林斯基 全球马克林斯基 所以这一点好多人不知道 不理解 哪怕 就算是一个 跨国公司 叫 阿里巴巴 你在美国 有 经济活动 那么 这个 贪官们 或者是 人权失败者 利用 阿里巴巴的 这个平台 做了一些 一个 经济活动 这就是在马克林斯基 马克林斯基 所以 他这个面还是恒火的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林斯基法案制定之后 就是说 首先 俄国这个马克林斯基法案 对普京来讲 是非常非常倒火的 他一直就说 要美国要取消制裁 取消这个法案 他呢 做了一些反制的措施 但是呢 都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太容易 大家都关注在俄国 对人权失败的这些案子上 那么 举个例子 他对这个 非常的要在意 马克林斯基法案 就是说 在川普进行选举的时候 这个 其中 他们和川普接触 要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取消 马克林斯基法案的制裁 很多 放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的官员 私下的也在活动 因为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 可以把你放上去 可以把你取下来 你只要去游说他们 你讲到有礼物 我并没有建议 我有文件证明 我没有拿到这个钱 我没有迫害他 他会把你取下来 所以很多私下的官员 和国官员 被制裁名单里头 所有在这个 所谓的制裁名单 相当多人 都会来游说 这个美国政府 说你不要把我放到他们去 另外的 中国政府 对这个 可能实施的制裁 也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他们一天到晚在打听 我们这次 向美国国务院 美国财务部 提交的是哪些人 哪些人会放到他们去 一直在打听 一直在向美国国会 游说向美国政府 游说 你不要对中国 采取这样的动作 这样我们会认为 是不友好的 是敌对的 可见呢 这个东西 他是在某种程度上 打中了他的要害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特别关注的 一天到晚打听 就是刘晓波命名的事情 一天到晚他们也太怕 因为在市馆门口 如果输了刘晓波从下 如果把刘晓波接的话 他肯定是不舒服的 这也很惯性的一个问题 另外在我们跟美国国院 美国官员的基础共同中间 我们感觉到他们真心的 想把中国人权世报主义 放在这个制裁里面上面 很多人想做的事情 但是呢 一方面他们也跟我们讲 你们要认识到 我们下面这些官员 包括中层官员 并没有完全的决策的能力 最后还是最上层的决策 但是呢 他们跟我们建议说 你们要做好准备 因为任何一个外交事件 任何一个重大的变化 都会让美国可以随时呢 把这些人权失败者 放在这个制裁名单里面去 谢谢大家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说这个全球时报 全球马克林斯基法案 名单提交 我们呢 和这个 卡登办公室呢 一直是一线的配合 那我们把我们公民力量的 中国人权奋责中心 搞了一个大概五个案例 其中涉及到十三个人 把它提交给这个 卡登办公室 另外呢 我们也单独向美国财政部 美国服务院 提交这些人的名单 其中有一个叫做Human Rights First 这个组织 他们牵头 把有差不多三十多个NGO组织 来共同提交一个名单 这个共同提交的好处呢 就是说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所有的 这些比较有可信任的人权组织 那么他们提交的名单 会得到更多的认可 更多的重视 那参议员们提交的名单呢 一般来讲 从法律上 它不会有actual weight 就是说没有回应 更重大的额外的作用 但是呢 一般来讲 行政部门 都会对国会议员的实讯 做一个回应 所以他们会 不管从法律上怎么样 但实际上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如果是说 未来 我们要提交这个名单的时候呢 应当跟美国外交委员会 美国金融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是人权委员会主席 跟他们合作一起来提交这个问题 那就得到重视 得到通过的主要更大一些 今年9月份的时候呢 川普已经正式授权 美国的国务卿 来实施财政部 正式实施法 就是说 他自己不会管 就是让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来决定制裁谁 不制裁谁 这个呢 就是在台湾整个民主国家 通过马格尼斯法案的一个情况 在川普对国会的报告里头 他特别提到一点 在未来美国的外交工作中间 要把推动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 相同机制的这个事情 这个工作呢 把他在其他民主国家中间进行推动 那这些民主国家呢 也建立类似的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呢 美国外交部也在推动这个工作 让他形成一个势图 在所有民主国家都能够通过一个机制 对他们进行制裁 那个影响也就更大了 那这个人权失蹈者们啊 这个贪苦怪典 会变成破绝老鼠 人人坦打的那个情况 所以呢 最近上个月的时候 加拿大通过了这个类似的 这个类似的免免典斯基法案 加拿大的情况跟美国情况不一样 加拿大身上有很大的行政的 这个discretion power 就是 他有很大的自我材 这个材料权 他会自己不需要议会的这个 他可以来进行很重大的制裁 往往的情况就是说 行政部门没有这个动力来实施这种制裁 即使他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职能 他不愿意做能力 他需要国会外界的推动 你必须执行这个法 他才会执行 所以呢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加拿大的上个医院 就马上就通过了这个 也是经过好 几年的这个推动吧 就通过了这个 马克利斯基法案 他马上就制裁了52名官员 其中是 三十名俄国的 十九名的 雷雷娃 还有三名的苏丹等 这个官员 那个效果也是很震撼的 这就是 这个 马克利斯基的儿子 他太太 专门到了加拿大 来参加这个 仪式 那么 还有一些呢 就是 英国好像是 早先也通过了 但是好像这个 上院还没有通过 下院 下院也通过 所以 英国下一步也是要 需要击破的 我们在英国的朋友 和组织 大家一起 要做这个工作 让他赶快通过 还有两个小的国家 埃撒尼亚和立陶瓦 他们也通过了 制裁的一个东西 欧洲议会 也在视察这样的一个 但是都还没有 一个很具体的结果 那么现在的 这个存在的 这个马克利斯基法案 存在的 重大的问题 就是 他现在还没有实施 虽然现在在积极准备 我们也不知道 会有多少人 会在这个名单上面 而且它是一个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像这一次 我们和 JURIES FIRST 一起提交的呢 我们只能提交一个 把我们就限制 中国是 人权施暴大国 所以呢 相对来说 民单 制裁民单 提交的 可能 应该更多一些 但是呢 由于大家一起 在协调的时候呢 他就把你限制 在一个上面 就是一个 朝顺利 这个 当然还有一个 什么问题 就是说 在集权国家 收集 这个人权施暴的 证据 是有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难度 所以呢 有的时候 证据不齐全 提交的时候呢 也是受到 一个限制 另外呢 就是说 我就想前面 讲的这个问题 美国人 西方人 对法律的概念 和我们 从集权国家里面 对法律 因为这个政治 是不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 这个集权国家 法律 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 一个镇压的工具 一个专政的工具 它根本不是 西方人这样子的法治 法律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这个 虽然我们 这个 马格西法案 也有一个 Color of the Law 但是呢 它的意义上面 都还是跟我们 这个想法不一样 我们 共产党这个法律 从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 唯一法律 它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所以呢 你很难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吧 像那个 艾薇 在当年 在中国 被 因为它的人权活动 因为它抗争活动 被他们 用它 逃税 制造了一个罪名 然后呢 给它 展开一下 但它 去英国的时候 要填这个签证身体表格 然后 就被英国 它没有填的 它就把它拒约了 它说 你 你的过去犯罪记录 你没有在身体脚的那种天明 它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在法律 中国这个迫害 中国制造伪证据 对你进行迫害 通过法律来进行对你迫害 它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 我们认为这个 你完全是一个虚假的一个 一个人为的制造出来一个冤案 就这个法律上的这个 两个概念不一样啊 会对这个马克力斯基法案 执法 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是我们在证据上面 收集的是比较扎实 然后把这个事情 反复的要跟西方的国家 领导人 立法者 跟他讲 中国的法律 是和西方的法律概念 有本质上的差异 要把这个问题 要把它讲清楚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 会增加马克力斯基法案的这个威力 另外一个存在问题就是说 他的受政治影响 受外交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如果是说 中国现在需要和美国 在美国需要跟中国在北韩论家 进行合作 那么他就不愿意 对那些重要官员 王岐山也好 或者傅政华也好 这些人的进行制裁 他影响关系 影响他的战略合作 这个美国国会院的官员 也在跟我们讲 也在跟我们解释 比如说呢 那大的层面的战略合作 我们是不希望影响到 这样考虑的大局 但是呢 这些东西随时都在变化 所以呢 你们应该要做好准备 要把这些证据和立案 卷宗都准备了 准备了 准备完毕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 在实际成熟的时候 把他们施党提出来 几人制裁 OK 今天的这个 今天就是我要讲的主要一些内容 下面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来给您解释 时间够好 够够够够 可以 可以 提问你吧 随便 我们这个比较 随便 我们这个比较 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一个建议 就是你刚刚接的那些 有没有一个英文板 这是一条 第二条 就是自己的那些滑岸 可以放到裤上去 这样的也说起来 就这样把脱了就 这个是我明天要讲的内容 好 那我们就开始下一个这个 节目 今天呢 我就想继续把 昨天想讲的马格林茨基法案 第二部分 谈一下 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比较有幸的 就是在座的有一位 马格林茨基法案的专家 他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律师 所以我有的时候 是讲的不清楚的 或者我不理解 大家有问题的 他是一个权威 所以他会坐在下面呢 来不断地回答一些问题 或者进行一些解释 因为他的工作关系的话 不好具体地介绍他个人 但是呢 作为一个律师呢 他可以 因为专门从事这个工作 他可以给我们很多的 这方面的经验 和这个做法的实践 今天我想讲的内容呢 就是 知道这个 怎么样 就马克林茨基法 制裁 立案 怎么样选择目标 怎么样收集证据 怎么样开发信息的来源 第二个呢 就是 我想谈一下 怎么准备这个案件 这个卷宗 准备提交什么样的东西 第三呢 我们就想谈一下 这个 马克林茨基法案实施的一些案例 我想因为这个 时间的关系 天津今天又特别好 你尽量呢 就是简单一点 然后呢 大家有机会可以到 这个东西 旅游一下 看一看 我想就是 比较快的过一下 因为这个 证据的收集啊 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 一个学课 所以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 能讲清楚 我就是轻轻 编水一样的 过一下 然后呢 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 继续进行交流 首先我觉得它是要 确定这个 一个目标 那主包标是谁 那一般的这个 法案讲得很清楚 所以两位 一位是这个 严重侵犯人权的 这个失败者 一个是这个严重的 这个贪腐 就是重大贪腐行为的这个官员 那么就是 大家首先考虑 他委战是哪 哪七个法律 包括美国这个法律 马克林茨基法是美国法 那么中国这很多法律 他可能也住战 对不对 同时呢 还有这个像 是我们谈到很多比方国际法的规则 考虑这个因素之后 我们同时还要考虑说 怎样获得这些证据 怎样去收集这些证据 然后呢 怎样启动一个机制 启动这个行动 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些证据之后 你有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把它提交 用马格林斯基法来制裁 你也可以不使用马格林斯基法 而且直接就向媒体 和报件把它披露 揭露这些恶行 另外呢 你还可以通过司法的起诉 包括刑事的起诉 和民事的起诉 这都可以实施 那就是在我们在准备这些议案之前 要进行一些充分的思考 和考虑的一些继续 一起提出 这个呢 刚才就说 在选择目标的时候 选谁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昨天我们谈的时候 他们无缘呢 美国政府比较期望的是 五年以内的这种案子 不要太差了 做这个制裁做法 它是跟那个法律的这个时效是不一样的 它因为它不是一种 蠢罚性的 你不管你什么时候犯罪 你什么犯罪 你什么犯罪 它不是来作为一个损罚的工具 而是作为一个基地和震慑的这样的一个制制 要求呢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激励机制和震慑的机制呢 让这些施暴行乐者啊 它能够改变它的行为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案子呢 一般是性质比较恶劣 这个问题上呢 我想请这个消息给你解释一下 五年的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 所以 中文字幕后 裁定是 其中一个改变巢 在变成的 和鸟腿 是 是 有个人人在政治 之中 吗 他就說馬格林斯基法的機制主要是來改變人權事後的行為方式 那麼五年以前發生的東西你可以把它用來做證據說明他有這樣的一個習慣的做法 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就是這個人行為處事就是一直是這樣的下來 但如果有些人沒有做過的行為他們在過去五年 他們可能會被禁止行為 所以禁止行為他們的行為並不是很適合在禁止行為 因為他們已經被禁止行為 所以這就是為了我們來看個案 因為他們的行為已經改變了 那這個五年之內的貪惑時這位官員沒有在作賀 那就說明他的行為已經改變了 之前的一些事情的話呢 他可能是作賀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施暴 那麼你沒有必要先去懲罰他 因為他在近期五年他已經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從這個角來講呢 美國政府是希望改變這個人權事後者的行為方式 而不是對他們進行懲罰 他有這個意思 他想進一步的解釋一下 這個法案呢 是可以針對官員進行制裁 也可以對他們的代理人進行制裁 同時呢 對這個組織也可以進行制裁 譬如說馬三加這個勞教所 這樣重新招入的這樣的勞教所 那肯定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構 實體制裁 問題是否能夠讓他們把他們的資產 是否能夠把他們的資產 去保護他們的資產 去保護他們的資產 如果他是否能夠證明 那是否能夠保證 那是否能夠實現 那是否能夠把他們的資產 用來裁判 去保護他們的資產 可以把他們的資產 作為一個資產 這樣對他們的資產 或者是否他們的有資產 對他們的資產 去保護他們的資產 據說有些貪證官員 把自己的財產通過第三者 在名义下来尝诞资产 这些都是在制裁大人之类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理论上讲 我昨天想了 理论上讲 他可以对这些官员的家属 亲友进行制裁 因为很多贪腐官员也好 人权失败者也好 他都会用家属 用亲朋好友来掩饰他们的资产 掩饰他们的一些做法 那么如果是像我们在提交名单的时候 把这些家属也别的比较 要求取消他们的签证 要求冻结他们的资产 这也是我觉得可能会是 对他们官员本身 可能还是更大的一个威慑 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的高级官员 都是把自己的子女和老婆 这个二奶 送到美国 或者送到其他西方国家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说 不只是他们本身 针对他们这些 这些所谓的 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 邪度者 那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 这个总代说呢 这个案子 我们在选择这个案子的时候 选择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要选择那个案子 性质本身比较恶劣 而且呢 它在全国或者地区性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这个案子 嗯 昨天我也谈到 就是希望呢 它这个案子的涉及程度 比较广泛一点 有上层 中层 下层 官员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 政策力量可能会 效果会更好一些 嗯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对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讲 它是希望改善这个人权状况 希望我们政策这些官员 让他们不敢 就是改变他们行为这个方式 从这个活动人士来看 我们就希望把它做一个工具 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 来打击他们 来反 就是说反制他们 这个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所以呢 我们要善用它的话呢 一定是 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 这个状况 这个数据证据实际上是很简单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是很简单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是很简单 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这就是做这个 这个 那么一个讲 那么一个故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什么时候发生的 谁是受害人和作恶的 那么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整样的事情发生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你要收集证据 无非是让它讲述 受害者 自己讲述 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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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失 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信息来源 有哪些信息 一般马克思基法案呢 要求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源 太少的话 太单一的话呢 它的可信度就比较难确定 另外呢 另外呢 我们要考虑 收集这个信息啊 和这个风险 同时呢 我们要开发这个信息源 这个风险的话 尤其在集成国家 在中国这样的集成国家 收集这样的信息啊 是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精准的评估这个风险 然后呢 决定怎么样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去收集这些证据 开发信息源 因为信息源不能太单一 信息源要靠开发 要去想 要去找 才能够把那个真正的这个信息啊 能够收到手 另外呢 证据的这个载园啊 就是信息 有的时候我用这个信息和证据 就是把它交错使用的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们实际上都是收集信息 而不是证据 因为证据可能是更专业的 这些法律啊 人士啊 或者专业职业调查人士 他收集是证据 我们基本上是收集的是 没有经过训练的 都是收集的是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就是要多元化 政府文件啊 受害者的自己程序啊 然后目击者的这个证词啊 爆开文章 这都可以 我前面一提到 这个 他不是法庭的举证的这个证据 那么 爆开文章呢 比较可信度比较高的这个报纸 他一些文章 也可以作为信息来提交 另外呢 就是 要是这个信息来源 比较可靠的 比如说 这个 国际反复刑委员会 对这个案子 已经进行过调查 那么 他 引用他的这个证据 引用他的信息 就是比较可靠的一个信息来源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一个 他能够 可以verify 能够审核的 能够核实的 这些东西 他这个来源都可以核实 其中呢 在我们收集信息的时候呢 有一个特别 要议议的理由 在提交 我们要有一定的 道德的操守 这个道德操守呢 为什么要有这个 比如说 给这个受害者 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这跟那个医生的 这个职业操守有点像 因为 如果是说 你 要给 你在收集证据的这个过程中间 会给受害者 进入造成的伤害 那 反而 对他不好 有的时候 我们有些 有些 活动人士 说 我们有个更大的 这个目标 我们要实现这个大目标 我们牺牲个人 来完成这个 实现这个大目标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 这样的有的时候 还是不是很合适 我们更多的 可能要从受害者的角度 去考虑 不要伤害到他们 他们个人 他们家人 他们的朋友 我们要 要特别的留心 要保护受害人 保护这个证人 以及调查人员 他们的安全 就是说 我们要非常的 这个 我过去呢 曾经跟一个 大概20多年前 跟一个 活动人士合作 在大陆的收集一些 堕胎的这些证据 那么就是因为 有些人 不注意 这个 考虑 对受害者的进行的 伤害 有的时候 太急于 把一个 炒作成一个公共事件 然后呢 造成人事的 这个 人员的伤亡 死亡 不是伤亡 所以呢 这个 我觉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信息安全 因为生命之间 一旋之间 弄不好 就出大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 在收集 这个 信息方面呢 要特别特别留心 就是说你要 首先征求人家同意 告诉你 这个 他 你在收集证据 会出现 他有什么样的风险 得到他来同意以后呢 再去进行采取 才收集 那么对那些 已经 受害者 我们一定要特别 小心 他们这个 他们的这个 情绪的变化 不要让他们再受到 这个 即使我们谈访 访谈 有的时候 可能也被引发 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这方面 都是要做些留心的 我觉得这个 重要的 在证据收集方面 特别重要的是说 你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尤其是这个 人权 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之后 要很快的行动 如果是不很快 比如说一个 这个大的游行示威 开始了 被增加了 你要不趕快在现场 去收集这些证据的话 你可能失去 收集的这个 最好时机 像这个大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要考虑 你怎样分析这些数据 怎样获得这些数据 应该马上进入 这个广泛的这个 把广泛的杀网 把那个范围尽量的扩大 尽量的多收集这些证据 那从这个 在收集到证据以后 再从这个 收集到证据的时候 再寻找这种证据 比如说你在抗议场所 发现一个录像机 这个录像机呢 被已经打烂了 但是呢 一个牌子表明是哪个 记者站 或者哪个新闻的电视台 他的那个摄影机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证据 又找到 当初在现场的记者 从而获得更珍贵的 录制的这个视频 那么从证据里头 又找到证据 这个线索 又扩大这个线索 另外呢 就是可以直接跟受网 这个受害人去采访 要求受害人提供文件 文件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一个是采访他本人 要首先要评估这个人 他是否有可信的状 如果他过去 经常的有出现这个 说谎的情况 如果证据很多人说 他这个不可信 这个情况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 目击者也是同样的 这个人过去是不是有可信 如果他在当地本身 就是一个得高望重的 一个这个 这个 收音尊重的一个人士的话 那么他可信多数 可能是比较大的 那么 文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受害人提供的文件 信函啊 这个 医院 诊断书啊 比如说这个 照片啊 这些东西都是视频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证据 同时呢 也可以对受害人的家人 他的朋友 他的邻居 进行采访 把他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这些奈阶的一个 这个兼真的的一个 这个 这个证据 这个 这个无击者的一些 这个采访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要把它 要有这个 这个 Documents Documentation 就是记录下来 记录在案的东西 故意录像 这个照片 都是非常好的 成事呢 总之呢 你不妨去采访 这些一个 政府官员 和执法人员 这个也是一个 從他們的談話項目中找出他們的漏洞,找出他們的矛盾之處,也是一個正確的採集方式。 所有的這些證據,收集的信息,都是為了滿足馬格雷斯基法案的要求。 他這個形態是馬格雷斯基法案規定的形態,就是嚴重的形態人權。 包括前方提到的那幾個,因為他的這個定義,嚴重的形態人權,把打壓、言論自由,這些都算進去了。 但在實踐裡頭呢,並不完全是這樣,在實踐裡頭,美國院經常採取拔絕、褲刑、強制的失踪,這些都是我們經常使用的。 下面我想提一下,在這個方法的問題,就是,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even the definition of group violation of your rights cover many areas but in practice there are some that can focus on actual judicial killings, tortures, 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maybe you can explain in practice what the crimes or the violations you guys focus on Sure, the main ones as you said are related to torture, rape and killing and so those are the main ones that are related to and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seems like it could be part of it it's a harder one but you have to show that they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it's a harder one but yeah, those civil rights violations are the big rock that we would imagine which doesn't include things like emotional or mental strain I don't want to put the money from the civil rights delegation was talking about self-invaluations yesterday that one is a harder one because it's an act that someone is committing and so the self-invaluations cases where there have had some self-invaluations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他説呢 在事件中的確就是 主要的這個嚴重危害人權的行為 包括法外的處決 還有一個強姦 還有一個酷刑 酷刑呢 包括這個精神上的疹問 和痛苦造成競爭的疹問 然後另外呢 談談呢 就是這個 搶制失控 搶迫失控的情況 那個是難度比較大一個 還有呢 剛才昨天有 這個 藏族有提到的 這個 治騰的案子 怎麼樣 把治騰的案子放進來 他説這也是一個挑戰 如何 如果是說在這個智能品頭 那麽多的受害人頭有一些倖存者也被抓起來了 抓起來在中共的監獄裏面受到這個酷刑 從這個角度進步 他認為可能會更好一些 能夠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建立起來了 同時讓大家注意到關注到智能的起因 她說她說她說是關注的 是關注的 那是關注的 那是關注的 so the colleague was saying um that what the mental anguish that the policies are putting people under that leads them to want to self-immolate it's not a gross human rights dilation but if you could show while in custody that that was part of the torture that there was if you could if you could connect it to the torture aspect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meetings but not just the gener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uh 如果光宗自焚说是因为这个精神的这个痛苦和折磨来提交这个证据的 连接可能英文问题很难确定但是如果是说在监狱里边被酷刑被毒打 这些东西呢就能够接起来就能够接起来到这个意思 and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ion you're talking about sources i think and so needing multiple credible sources of corroborating information and credibility for those who are evaluating the application if it's a a news outlet or a source that's less well known to be able to provide context for why that is credible because you know if it's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then that's not necessary but if it's a smaller outlet that isn't as well known to american officials then showing proof of the credibility would be helpful 嗯 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我说的信息源信息来源 就是越可靠就是越容易接受 那么有些小的报纸啊 刚才提到这个报纸 讲那个大个报纸 说《六月时报》 这些报纸大家知道 有些小的报纸团呢 或是美国公共不熟请的这样的报纸团呢 可能可能就会受到质疑 可以说是尽量地用那些比较可行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信息来源 这些来源呢可以被进入的核查的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好的证据 And the sources should be able to show clearly the person that you're trying to sanction was directly involved um and that's a really high burden to me and it's trying to show that this individual was the one involved and that can be relatively hard and I'm sure you're going to talk about command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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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把受害人所受到的迫害 跟撕害者的关系必须要建立起来 这个要直接建立起来 直接捆绑在一起 这个有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所谓的指规责任 他下栏命令和怎么下栏命令 这个东西是比较难确定 因为我后面也要谈到这个问题 好 其实呢就是说这些个条件啊 我在我们发的那个资料里头 我们等一下会过一下 就是你在提交证据的时候就是顺着这个几个要求来做 那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发的这个三个东西 三个资料 一个资料呢 是就是 叫做 叫做 Template 就是这个格式 怎么样提交这个格式 第二个呢 是那个 你看是全英文的 格式的东西 我就把它中英文都对照了 翻起来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 三个 是一个样本 这个样本是以 埃及的一个 人权受害者 他能提交的一个 这个信息的证据 作为一个例子 来说明 提交什么样的证据 提交什么样的信息 比较符合 美国政府的要求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公共信息 怎么样从这个数据信息里头 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的一些资源 就是这个所谓的工具 工具箱 那我现在呢 我们再往下走 刚才这个就讲到这个所谓的 指挥责任 指挥责任是比较难确定的 我们知道 像这个高智会迫害的时候 他可以指出来是哪个哪个 下边的人 但是呢 下边的人往上走 找到傅振华的时候 这个里头就有点难度了 只能把傅振华和他 和这个下边的几个大队长 行政大队的这几个人 联在一起 和他直接施暴的人联在一起 要确定这个关系 就是所谓的指挥责任 这个指挥责任呢 他有几个 以及三个这个要素 我就把它写下来了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说 他下达命令 哪怕他不下达命令 但是呢 他知道下属要对高智胜 比如说 进行酷刑 他没有去制止他 他也 就是说 他应该知道 这个情况 也是负有责任的 所以他这个解释 是比较宽泛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 都是共产党说了算 在司法的通监法里头 哪一个门都是党说了算 做决定的话 可能也是党 但在具体执行固行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 可能有的人 会有不同的解释 我认为即使固行的话 肯定也是由 这个党委做了决定的 那么这些个指挥责任 是应当比较容易来确立的 那么收集证据呢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 这些证据可以收集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比如说叫腐败官员 这个股权文件 公司注册文件 前雇员助手的程序 就是公司的雇员 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 但是他有一些个 内部消息 他提供的这个东西 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银行票据记录 房产购买回茶 这个东西我觉得 购买回茶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比如说 我们知道那个 王岐山这个孙瑶 孙瑶在 孙瑶在洛杉矶 在旧金山 有很多很多房地产 那么现在一查 公文归爆料以后呢 也查出了很多 很多网友也帮他查 查了很多 但是呢 查来以后啊 你不仅仅要说 他有房地产 这个地方 也还要说 他为什么跟这个腐败人 都联在一起 那么你就要回查 回查就说 他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谁给他这个资金 每一笔的交易 是怎么样实现的 那再往下一查呢 就发现他很多的资产 都是通过一个家庭信托 来完成的 下庭信托里头呢 又有很多很多的层次 所以你要一层一层 像剥那个洋葱一样的 把它剥开 从后边往前走 最后找到他跟海航之间的连接 那就大龙高层 那我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收集这个证据的 这些证据的一些方式 一些一些模的形式 我就不一一细讲 这个那个 刚才那个数据信息啊 我想讲一下是数据信息 那个我给你发的那个 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资料上面呢 就把所有的可能的这个数据 这个工具箱 给他提出来了 根据这个东西呢 去做一些个 都是公共的东西 能够找得到的 尤其是在他方面 搜查这个 一些身份信息方面 可能会有很多的帮助 在初期阶段 进行一些的 所谓的 Mapping 就是Entity Mapping 也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这个公司 你说贪腐的官员 他们跟这些公司之间的 这个关系 那么怎么样把它搞定 它是 它这个股权结构 像那个海航的股权结构 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稍微一看一下 都能够知道 它的问题要非常之大 所以呢 这些公共信息呢 会马上给你一个 找出一些一个 有疑点的地方 你可以顺着那疑点呢 往下攻 像海航的最明显的 最大的疑点就是冠军 到底冠军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那么30岁的人 拥有30%的股份 你就说吃股 为什么你要吃股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股 对不对 你为谁吃的股 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呢 只要你把冠军 逮出来 那你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 冠军他现在 他之所以不敢 把冠军提出来 就是因为冠军 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呢 中共还制作了 这个所谓的视频 说冠军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那我们要从 要从这个公共的 这个信息上面 马上找到他 不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在 开曼岛 它就有一个 百分之百拥有的 这个海外公司 是他控制的 叫做Pan America 你稍微查就能查到他 怎么可能一个普通的 三十几岁的人 在开曼岛 有这样大的一个公司 控制那么大的股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 但这个有个问题 即使你找到了冠军 这个跟什么样的人权 violation 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说的 就是这个corruption 王岐山 和海航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如果是 冠军被证明 是王岐山的白手套 那么海航向他输风避 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这是违反corruption 重大贪腐行为的 这个马克丽丝基法案 撑制的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马克丽丝基 再重复一次 他重复惩罚两类 一个是人权侵犯 另外一个是重大腐败 你要能抓住重大腐败的证据 这个就涉及到重大腐败 因为我们讲 中共的侵犯人权的官员 和贪腐 是一样的 是一个 几乎是没有人不贪 无关不贪在中国 他这样维稳的话 他一定会贪的 开发信息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权活动人士 本身是没有受过训练 不知道怎样去进行专业调查的 要是我们有点资源的话 我们就可以雇用职业的调查人员 在中国呢 私人政策公司 实际上是不合法的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 警察呀 以前的公监法的一些人 做这样的工作 其实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可以利用起来 另外就是 采用 黑客的办法 这个东西在美国 比如说在美国 在有些国家是非法的 那有些国家是可以进行的 同时呢 有些一个暗网 叫做 这个 在那个网络上面 有些信息交换 信息购买 他也可能提交很多 让你获得很多 比较珍贵的信息 至少给你一个 一个线索 在什么地方去找 另外就是要发展自己的内线 因为我们知道银行的资料 是非常难拿到的 在美国比如说 斯恩侦探 他也不可能拿到 合法的拿到 这个银行的这些交易的账单 因为呢 这个只有在法院的授权下 他才能够从法案 从这个银行里头 调出来 他这些账单 但是呢 有一些非法的做法 他这些非法收集的证据呢 不能进入法庭 把它作为证据 但是作为我们提交 马克力斯基法案 就是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一个线索 让他们去进行调查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社交媒体上面 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信息来源 比如说这个 我在用那个孙瑶做个打的地方 孙瑶的中共在这个 关闺关掉之后 把孙瑶也描绘成一个 一个普通的 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结果呢 有很多网民在网上一查 原来发现他忘记删除自己脸书 在2013年以前的很多照片 那那些照片里头呢 有他抱着这个大的这个熊猫照相 还有悬浮自己的各种非常豪华的 这些一个住宅呀 这些东西 所以这里他很容易就能找到 过去呢 过去呢有一个 我其实前不久 美国有一个私人侦探 他从一个私中的罪犯的脸书上 看那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他带着一个墨镜 显示他的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豪华的住宅 这个墨镜反光出来一个大楼 那么这个侦探呢 就根据那个反光的大楼 就找到那个地址 就把这个人后来就逮住了 所以这些社交媒体上 很多资料都可以利用 可以把它这个作为一个证据线索 顺藤摸瓜 找出的一些的比较有用的信息出来 另外呢 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就是说怎样来收集 这个怎样来记录 人权 刑犯人权的一些这个罪行 那他有非常非常详细的 一步一步的怎样做 做什么 一些的指导 大家有兴趣吗 是一个NGO组织 就是叫做 hrdcookin.org 可以我们写一些证据吗 对对对 所以怎么样准备 我想很快的过一下 怎么样准备这个资料 就是提交的资料 那么这个 一般的就是分三种 他在那个提交的名单上面 分三种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我就是讲这个三种 因为是身份识别 首先是身份识别的信息 然后呢 是证据摘要和证据会照 summary of evidence 另外呢 就是证据的来源 sources citation of evidence 那也要是看一下 这下我把在给大家发的资料里头 关于那个 埃及的 埃及的那个受害者的 他的那个信息 你可以看到 首先呢 就是这个 叫他的这个 你这个提交的人的这个名字 全称 就是法律的全称 就是 姓名全名 然后他的国家 是他的这个呢 是他的这个 他的职称 和他的职位 他出生之期 然后呢 你要把他 如果是有他的照片 把它放上去 这个 另外呢 你看下边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说的 summary of evidence 就是那个信息证据的真要 这个主体都在这个里头 他就是把它分类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那七个方面 或者是八个方面 把他这个证据啊 整理了以后 汇总 放到上面 下边的这个 那个footnote 就是那个柱啊 就是你的资料的来源 你的证据的来源 你的信息的来源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你不是随意地想象出来的东西 你的这个证据都有来源的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他能够帮助 这个美国政府 在核实 这些证据的时候呢 你要可以就是能够证实他事 都是可以核实 独立核实的 除了这个 我想讲一下这个 这个像这个 这个身份证据啊 识别的 就是他除了全民之外 他的工作单位 以前的工作单位 最好你也能把他 以前的和现在的工作单位 都把它附上 另外呢 就是说 他出生地 也要把它附上 美国这个移民法呀 他在移民的时候 他看你这个出生地 而不是看你这个国家 另外呢 他的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如果有的话 都要把它附上 比如说 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个也最好是 要是有的话 也把它附在上面 就是能够证明身份 越详细越好 因為在簽證制裁的時候 你要準確知道這些是什麼人 因為中國人名字有的時候拼音出來以後 很多很相近的太多了 你不知道誰是誰 結果通過這些其他的聲音識別標識呢 能夠準確地辨認它到底是誰 這方面我不知道 Chelsea 有沒有補充的 I just wonder if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about what type of information is key for submission Sure,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as you said we have to be able to connect it to the actual individual and so at least the first year but the more specifics that you can provide the better because in China as you said there's lots of the same names so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without this I don't think we could go forward and so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diligent about getting this information if possible 非常非常重要 他就說要辨認這個人的話 沒有這些信息的話就是容易弄錯 那麼有了這些信息越多 他的實現實驗這些信息越多 便能夠比較準確的實驗他 所以說搞錯了就不好 謝謝 謝謝 格式其實就是很簡單 在這個上面都已經看一下兩個東西都已經說的 就是一個伊朗 伊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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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典型的提交模式占的格式 tablet 中一文都翻出來了 讓你們看能夠知道一步一步的講什麼 需要什麼東西 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在引用證據的時候 一定要有兩個以上的可靠證據 不要太單一 開單一的話 就是容易覺得人家覺得可行度不大 然後再把那個 Humorex Defende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我會把它發給大家 我會整理一下 今天這個課件準備得比較匆忙 我會把它完善一下 然後根據Chelsey講的 就在架在裡頭一起給大家提供 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 就是模擬人權第一組織 它能為埃及的這個哥們提交的 這個受害者提交的這個文件 都按到那個模式來做 它裡頭呢 你看 你看 它是 因為這個人權 在湯內爾也是會碰到同樣的情況 比較難 把一些證據 非常的 那個證據鏈條一條一條 點得非常好 就有一定難度 它才具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它自己的這個指數 它叫做Epidemic 就是自己宣誓的這個情況下 做的一個陳述 這個陳述呢 實際上有很大的這個 Wit 很大的這個作用 但是呢 它需要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目擊者的這個證詞 還有其他的一些 知情人的這些證詞 還有通過一些 比如說官方的報導也好 其他的信函也好 也好 醫院的這個 這個 這個診書也好 來支持他的這個 這個陳述 這樣的話呢 就能夠成立 那我們看到這個 埃吉的這個 這個人的 活動人士 他所做的 主要是 他自己的陳述 然後呢 有一些 報紙的一個報導 另外他的父親 作為一個支持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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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呢 做了一些陳述 他是這些一個辦法來做的 照說的話呢 不是非常非常的紮實 但是呢 也沒有 在那個環境裡 它也不可能弄全 有些東西是要靠美國國會院 美國政府去進行核實和調查 因為我說呢 這個舉證責任呢 並不是像法庭 那個門檻那麼高 相對門檻是比較低的 所以 這個 就是 這個 提交呢 就是 提交呢 這兩個單位 因為這兩個單位是一樣的 第一個 主要是國院來主導 但是呢 財政部在裡面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就是對他的資產進行凍結 這個 發布 制裁名單 把它們放到這個 這個 叫做 SDN 對 就是 那個名單上面 這個 我也會給大家 到時候 就是可以自己提交上面 在提交的 這張 Chelsea 你有任何想法 提交嗎 請 是的 如果您可以提交它 兩者 不是一種 還是兩者 但是兩者 因為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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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發布 索典 然後 一位 那些公司 只能做是 這些公司 謝謝 那些公司 應該是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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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一樣的 那些公司 都要提交 然後他們國願和美國財政部一起協商,來處理這些制裁名單。 同時司法部也有限入,所以最好是同時提交。 另外他說最好當然就是用提交英文資料。 如果是說實在沒有英文資料,你用本國語言也可以。 這點我還不知道,所以感謝蕭子。 謝謝你感謝蕭子。 還有沒有任何公司的名單。 只有一些公司。 司法部沒有接受提交的地址,他們也不直接接受這些東西。 主要是這兩個單位來提交。 有人或是個毛病人可以被判決。 主要被需要一個公司的解釋和公司的報告。 所以在這個情報上是在你所作的提交的東西, among the officials不開所的民眾會不公司, 這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你有提交的方法提交到公司 , 如果是大家提交的信息,希望保密,不希望公布,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注明这一点。 因为一般来讲,他们只要放在制裁名单上以后,他们就会公布,再通过媒体,通过新闻发布,向事件公布。 如果是不希望公布,有些人不希望公布,或者有些案例不希望公布,就要提前告诉他们。 这点有的时候,在国务院有很大的财量权,你可以不一定要冻结他的资产, 有些人,比如说你的证据不扎实的情况下,你可以只是要求禁止他入境,或者禁止他的家属,取消他的家属的签证。 比如这样的东西,他是可以秘密地进行的,不需要公开进行。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在某种场合下,需要这样的一个记者来处理。 所以,我只是想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公布。 我们只需要公布,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公布。 我们只需要公布,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公布。 然后,我们不需要公布,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公布。 文字幕志愿者提供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我們可以利用的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法律,現存的法律來打擊人權施暴族 他剛才提到,在美國的簽證程序中間,簽證的移民法裡 如果你是實施了酷刑的,那它是不能入境的 而且包括移民、轉身份,這些都會碰到問題 因為昨天老張談到,以前美國有一條共產黨 你必須填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才決定你入境還是不入境 那麼他很多五毛都是不承認自己共產黨員混進來了 所以他是可以通過這個東西來打擊他們 但現在實際上這個做法已經改變了 他不再要求你填寫的制度共產黨員 但是呢,像蕭子剛才談到的互刑 對於宗教自由的迫害 還有另一個 也就是這個墮胎 I think there is also actual judicial keeling also in that I don't know about specific eligibility I saw it.I write it yesterday The timelines involved,I wanted to briefly mention the submissions of this information because there are multiple departments involved at least six months would be helpful in terms of how early to submit the information There's timelines in the Magnitsky Law about when announcements of sanctions will be made The next one is supposed to be in December But sanctions can be forthcoming at any time But thinking about the two deadlines that are listed in the law and giving at least six months for both of those would be very helpful You know, he said that 大家要注意在提交的時候 時間上面的一些關節點、時間點 法律上面比較清楚 最好是有六個月時間 讓他能夠提交 能夠準備、能夠調查 因為他一般到11月份、12月份 現在可能下一輪的制裁名單就會公佈了 你提交的資料 它是可以用於多種用途的 它可能不會直接用於馬克林斯基制裁 它可以用於其他的制裁 比如說不讓他簽罰簽證 有一個下本部到美國事館去簽證 結果拿到簽證 因為他已經把他輸在美國國務院的信息套戶裡頭了 人家在他申請簽證的時候 把他資料一調出來 你看這個人最終的宗教迫害 不給助金 所以呢 他是鼓勵大家都提交 把這個信息都提交出來 不能直接用於馬克林斯基制裁 可以用於其他的制裁 我會喜歡用一些 BLOF 我的主要ações 這次是 所� prime的分別都要 trust 你期以後 我 supporters 就哪怕 他認同蠻前衛生的分別 這個就是因為不會通過了這個宗教自由法案 這個法案也規定了很具體的制裁的一些措施 所以他就是強調在這個方面的宗教法有這個資料的提交也是很重要 尤其是大家從事宗教工作的收集這些證據提交 所以要跟從那個法案來提交一些東西 可以同樣的提交馬克思綫法案的顧效 最後一件事 這篇文章很棒 因為它顯示所有的事件都必須構成為被困難的犯罪 以及那些人的事件 我記得你提到擁有責任的責任 我同意你昨天說的關注更多人 因為擁有責任的責任責任 發展 dados現在對 prata封廓的責任 所以移植社會社會 sobre他們試行超HHHH 可能在非暫碼的內容 所以移植林資存不能說 它並不是只是他們覆蓋它,但他們能夠停止它,而他們選擇不去做 這個樣本,它說你們手上的這個樣本實在是很好的一個信息提交的模式 它說它也同意我們應該把助力放在怎樣建立受害者、人權行為和施害者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上級領導的責任,怎樣建立邏輯的關係 它說如果是你把單位的組織、結構圖也展示出來 就是比較能夠說明領導有責任制止這樣的非法行為 或者是他應當對這個行為之情,但沒有去制止 他也是有責任的,可以受到南非法案的制裁 我本來想很快地講一下馬拉丁斯基的他在收集證書上的歷史 I have a good question around that, I can call myself So in terms of... Can you give my phone? I can just shout if you want Thank you So this might be a fairly silly question, but I'll ask anyway Do I... Do you want to translate? Or am I good to go? You're good to go Just ask them directly Cool So just in relation to how to direct involvement And whether someone at the ground level has a discussion And what level that stops, or where the box stops I was wondering, would it not be sufficient Or would it be very helpful to show an effective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So if you look at this grid system And from a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It's actually quite pleasant with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Filter upwards And orders of authority to filter downwards If you can show an effective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in that sense Would it not be then possible to show that the box actually stopped that You know, in this case the minister would you The prison authority instead of the assistant minister Does that make sense? It does make sense And it would be very helpful You still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It's not only tha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t can't only just be implied You have to show a little bit more than implication So it's not just that like how we would expect it to work But that it actually worked that way Yeah, so if you were like a boarder You'd say there's an effective framework Evidence of the framework And then maybe a sample of emails going Yeah, yeah, that's a fortunate Yeah, I mean that would be incredible information if possible But the governance information is helpful to contextualize it And it's extremely, the commitment responsibility is so hard And so even having just that framework can be very, very helpful But you also have to show that beyond just the framework That that person had the discretion And you can, there's some level of assumption that can be made But as much information that you can show that most close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discretion The better it is So it doesn't have to be a silver bullet You know, it doesn't have to be absolute But it would be the more information the better And the framework actually really is helpful as a context Because some people want to go after like prison wardens for example And you know based on someone's title You could expect that like in the US like a prison warden would have knowledge Or have discretion over it But you need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s much as possible OK, thank you OK, I think 就是 一句話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信息 上級和下級機關的這個下級的這種關係 信息越詳細越好 來確定他的指揮責任 這個關於案例方面 我想就是馬克林斯基他本身的這個案子 我前面提到Bill Browder 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做這個調查 他把它放在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很多的這個貪腐的這個案子 都可以按照他這個模式來進行 他這個模式是什麼呢 因為有的時候像在俄國和中國 都是一個非常叫極權的國家 極權國家收集這個證據是很難的 可能俄國稍微可能好一點 但是中國那個收集這個證據是更難 那麼這個貪腐的案子 從這個馬克林斯基的這個做法呢 他怎麼做的呢 他就是 比如說我們知道你公務人員 你每年的工資是多少 那麼突然一下 你在購買了海外購買了很多 要各種各樣的資產 這個資產 你工作幾百年 那個工資存下來 也不能購買這些資產 他就是通過這個間接的證據來證明了 你那個是貪腐了 這個網站呢就是我覺得他提供了很多很詳細的這個證據 他還有很多那個視頻 他做了很多的這個視頻 把這個視頻就是一步一步的這些人 怎麼樣來貪污的 怎麼樣來腐敗的 怎麼樣來分章 怎麼樣來購買財產 在什麼地方去旅遊 他們的飛行紀錄 他全部把它放在上面 主要的做法就是跟錢 追蹤那個錢 那追蹤錢的話 對於很多 對我們這個人權組來講 有的時候就有困難 因為他是雇用了裝備人士 來做這樣的工作 錢這個銀行的這些文件和數據 是不能直接的獲得 或者是就是這個 哪怕去調查你是得不到的 那是非法或得到的一些銀行 那是很難 但是來回差房地產 我們要回他房地產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辦法 他一步一步的就能把錢的來源搞清楚 他首先呢就是看這個 當初的那個中項 就是在這個一邊起核心作用的 把那個抄這個公司的資料 然後建立這個新的公司 來騙取這個 退稅的那個中項 內務部 稅務部門的那個這個中項 他首先在買的這個 1.6美金 600萬美金的這個房地產 這個第一項 叫他上百年的工資都買不到 而且這是他在這個 退稅 那個腐敗 活動完成之後 馬上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另外一個房地產 就是他另外一個房地產 也是相近一百萬的這個價值 買的這個豪華的Nandover的這個車 這個是Mercedes的這個車 還有一個更大的叫十幾萬的這個車 那這些車呢都是他的資產 然後呢 他在這個買車的時候 他買車的時候 他必須 他是付現金 但是他有一個什麼呢 他有一個 就是 declare 就是講他自己 income 是多少 他這個太太呢 就把他加的這個 income 就是一個月三千塊錢 所以他 從那個案子發生之後 幾個月時間裡頭 他花了三百萬美金的錢 來購買各種各樣資產 所以這個 他工作三百年四百年 可能都拿不到那麼多的錢 所以這樣的監禁證據 就能夠證明他做了這個貪腐的行為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其他的東西他都在上面都有 還有很多官員 他也是通過這個方式 他們旅行 比如說他們剛剛把這個案子搞定 把這個稅貪污前進了以後 馬上就組織 去到這個獨拜啊 到什麼其他地方去 這個豪華去旅遊 而且是一個團隊出去的 然後呢 還有他們的官員在獨拜 買那個豪華住宅 這些證據 他都把它收集起來了 他通過這個間接的 這樣來確定 我們知道像王岐山也好 還有江澤民也好 你把他公司算起來 和他現在所擁有的資產 非常非常不對稱 但是這種間接的證據呢 也是可以作為這個 法定性法制裁的一個證據提交的 所以呢 我想就是這個 不一定要直接的證據 直接證據是很難獲取的 那後面那個兩個我就不想講 然後我就想講 除了這個之外呢 比如說貪腐方面啊 美國呢 還有其他的機制可以來進行 如果是 我們知道 在美國司法部 剛剛喬水講的這個司法部裡頭呢 也做這個反貪 有一個國際反貪 就是聯邦地下大局 有一個國際反貪 這個機構 這個反貪機構呢 如果是你要是把 貪官的這個資產 和這個貪官能夠掛起鉤來 你能夠結交證據 他馬上可以執法 把這個資產回收 就是沒收 馬格林斯基法呢 凍結資產 但是不沒收資產 他把它凍結了以後 是無限期的凍結的 那你也不能在美國 進行這個商業活動 但是呢 不能沒收這個資產 聯邦調查局的 你或是能把 民權 它叫做民權 Civil Rights 這個 Abuse 和貪腐 結合在一起 它是可以執法 可以沒收資產的 那麼貪腐本身 它也可以來執法 你要這樣 把它這個證據鏈 把它確定 它就可以執法 執法以後的這些錢 被美國政府沒收以後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些錢是可以用於 支持中國人權項目的 所以這一點是 我覺得是 我們以後要動腦筋的 一個事情 那中共官員在美國 在世界各地都有 都有無窮多的 就是Trillions 就是上半億的資產 轉移到海外 但是呢 沒有一些 這個組織 扎扎實實的 來進行研究 來對他們 來進行制裁 沒收這些資產 如果是說 這個還有一個 美國政府 還有一個激勵的機制 如果是說 你把這個資產啊 你把這個線索告訴了 這個聯邦大學局 聯邦大學局 沒收了這個資產 那麼每一個資產 你這個舉報人 可以獲得 二十七萬五千美金的獎賞 獎金 那中國你想 那個貪官在美國 買了多少房產 幾千 幾千 你想想 你要說 能夠把這個關係 建立起來 那一個NGO組織 就可以 能夠自己延續下去了 所以呢 這個東西 我覺得從這個延續式 另外回去 主要的就是 它有一個震懾的作用 讓這些貪官 過得趕 不能到海外 來常理資產 那麼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 洗錢 反洗錢法 還有很多的 反這個 這個那個法 都有這個 一個制裁機制 比如說 包括美國的這個 上市公司的這個 管理法 那麼都會 你知道 有這個證據 證明能腐敗 證據 違反美國法 證明它在洗錢 都可以 由聯邦大罪來進行制裁 那麼這個制裁呢 就不僅僅使用 有的 很多人認為 好像 制裁就基於美國 在美國國內的制裁 實際上是不是的 美國這個法律 是一個 也是一個常備法 那麼 只要它的資金 比如說 它買房產 它在杜拜買房產 它用的是美金 或者它在澳大利亞 也是用的美金交流 然後 做交易 哪怕 它不是用美金做交易 但是利用了美國 一個公司 一個銀行 找了一下 都在美國的管理 法律管轄之外 就是 那個意思是說 美國的執法機構 回到杜拜去 把它的資產 沒收出來 沒收回來 這是非常非常的 強勢的一個法律 這個機制呢 目前還沒有好好的利用起來 所以我覺得 我們大家可以 用一些創造性的思維 想辦法找到這個銀行 然後呢 利用這個機制 對貪官進行打擊和制裁 你說 我想看兩個問題 很久以前 在中國民運隊伍裡面 就曾經考慮過 成立一個 中國民主法庭 或者是一個 中國民運道德法庭 對國內的貪官互利 這都基於一個變天賞 那麼一代反行正義的時候 他們比較負予的責任 這至少呢 對他們有一定的威懾作用 對他們呢 就說 有些就會因為害怕 而不敢呢 別被加厉的進行 對人權的破壞 或者實際上呢 可能對他們 處境呢 或者說 國外將法律功能 對起訴他們呢 遭到一定的打擊 所以說呢 當時呢 因為這個裡面的 實質的問題呢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法庭 誰來當法庭的這個法官 誰來當檢察官 誰來起訴 那麼這裡面 就有很多的具體問題 就擺不平 所以這只是一個想法而已 那麼現在有這個 你實質的這個法案呢 我覺得可以就 代謝到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那個裡面 起訴有些問題呢 就是說 要進行調查 要進行精密的 以及起訴的條件 當好有些人 有些被 受害者呢 他們可能有 這方面的 可能沒有這方面的力量 來進行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第二條 與公民力量合作 那麼與公民力量 誰合作呢 那公民力量 你們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像性反辦公室 這樣的一個單位 成立一個馬辦 成立一個馬辦 那麼我有幾個人 有接收這樣的案件 然後你們有調查人 我也有像這個 能夠起訴 能夠像這個 檢察官一樣 能夠像這個 哪裡去舉報等等 而且把他們 像律師一樣 把他們的這個法案呢 加以這個規範化 如果有這樣的一部分 有這樣一個力量 有這樣一個組織 或者是通過有些單位 對這樣一個組織 進行支持 讓它存在下去 因為中國這種事情是 全世界是最多的 如果你要來 找這些問題的話 可以在中國裡面找 那麼就 那這個案件 就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現在公民力量 提出這個問題 自己是不是能夠 承擔這麼一個重任 我覺得 希望你們考慮 我來回應一下 我來回應一下 你說的那個民運 三十年 搞這個什麼 貪腐法 應該是 那些不容光 都會有一句話 所以呢 很多就是說 中國這個民運的 風潭的多 做實際工作少 過去三十年 全部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結局 我們現在公民力量 正在進行培訓 請這個 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的前任的官員 專門調查 攤腐的官員 對我們進行培訓 那我們希望呢 把我們學校的知識 和大家分享 這個 然後呢 讓大家一起來 推動這個 怎麼說的 合作是這個意思 那麼 我們知道 如果是說 要再利用美國的 這個 制裁 執法 的機制 我們在這方面 比較熟悉 所以我們可以協助大家 應該怎麼樣做 怎麼樣提交 比如說馬克林斯基法 怎麼樣提交 用什麼樣的格式 什麼樣的證據 收集證據 是最紮實的一個工作 不是空談可以解決的 這個 你可以說 搞什麼道德法令 什麼法令都可以 但是呢 沒有用 一定要紮紮實做這個工作 不做這個工作的話呢 就沒有 不可能往下走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得是 剛剛起步 做這樣的工作 可能 經驗並不是很完善 但是呢 至少我們在朝這個方向發展 我來 我聽了您的介紹 以後 我有個想法 就是 其實去 這個 馬克林斯基法 這個 是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 是要需要 是要鼓入大量的人力 跟物力 但是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 既然我們花了這麼大的力氣 也許我們可以還利用其他的資源 比方說 聯合國有 特別程序裡面 有41個特別報導員 涵蓋了人權的方方面 從宗教自由 到人權捍衛者的權益 到少數民獨立 就是說我們一邊 一邊可以給特別程序 也提交這個特別的報導 然後呢 也同時是備案 其實也是在聯合國有的備案 在註冊馬格林斯基法的時候 去提交馬格林斯基法的提案的時候 也可以以聯合國的 在他們的報告做為一個總證 然後呢 同時是 因為那個 聯合國特別程序 是可以隨時註冊 所有的個案都可以 所以你 如果你 同一件事情 如果你比方說 你註冊了十個個案 在裡面 就可能很容易的 開始鎖定 某一些人 某一些具體的人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 把不同的機制 結合起來運用 因為 花的力氣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給聯合國特別程序提交報告 或者給歐盟的通過委員會提交報告 這些程序準備材料都類似差不多 但是可以就是 花了同樣的時間 但是在幾個的國際機制裡面 同時去 希望他能夠幫助 對 我也同意 我覺得因為聯合國也有一個 最近有一個 反灘的公約 因為反灘公約 這次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我不熟悉 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吃比較熟悉 馬克林斯基團 但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一起來做的事情 因為謝謝 特別 因為聯合國的反灘的 還沒有特別任務 還沒有特別報告員 沒有這個特別任務 沒有特別報告員 但也許未來會有 未來會有 但是其他的所有的人權 違反人權的事情都 都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特別報告員 所以我覺得肯定是可以利用了 我們可以一起來 我想有什麼其他更具體的 在實施方面更具體的問題 可以趁我們敲审在這個地方 多問一問 有其他問題嗎 要我們把那個 鳳鴻聲音做一下嗎 我覺得今天呢 我要講的內容 已經講完了 我覺得我們私下可以繼續磋商 我覺得這個機制 梁國的機制也好 馬克林斯基的機制也好 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為我們來借用 來打擊中國的人權 世貿主義 我想呢 我可以建立 我們商量一下 我們